東法大廈的受限區域已經解封了大約一小時左右 現在看回,其實陸續都有居民出入這個之前遺封的範圍 無論出及入的居民,他們都要先做個登記 留下個人資料,以及都要展示一個陰性的檢測結果 或者用來識別已經做了測試的白色手帶 之後,他們都會獲贈一盒口罩 看回,其實今次在東法大廈的解封情況 跟之前兩次在佐敦和尤萬地解封的情況有些不同 之前兩次都是當局已經清了場,洗了地之後 才會解封相關的範圍 但是我們現在現場仍然都見到一些臨時的帳篷 登記署、流動、洗手間等物資仍然都未搬走或拆除 說回,東法大廈,私座近期出現了多宗確診和初步確診案 涉及了不同的單位和樓測 專家看過之後,決定要撤離C座六七室所有住戶 這個範圍其實昨晚7時起就被圍封了 東法大廈所有的助數,即是ABCD的住戶都要接受強制檢測 當局就說在這個範圍裏面,未發現到有確診個案 也都是繼這個遺風行動以來 三次裏面第一次沒有這個確診個案 所有的住戶裏面,有大約190戶是沒有人隱瞞的 當局就說,可能已經撤離了的人士 也都是部份的單位被丟空了 但政府就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 之後會再採取措施去跟進